上海大人怎么解释呢 上海大人说 罪人死苦来逼 无由得念佛名 善有知苦失念 转教口称弥陀名号 这个造罪的人 临死的时候重苦来逼迫他 无由得念佛名 在心中要安定的 清静的 稳定的 专注的 一句一句佛号念出来 做不到了 善有知苦失念 就是知道他被重苦做逼迫 失去了意念的能力 他不能把这个念头 牢牢的控制住 所以这个时候你叫他 你一定要抓住这个念 那等于是让他做他做不到的事情 需要的苦逼失念 像我们又发一个高烧了 拉个肚子了 或者生个病啊 我们个别 平常身体还好 天也不冷不热 念佛还可以 发个高烧 39度 40度 41度 42度 就稀里糊涂了 念佛也提不起进来 身上这儿童男儿养 都喊爹喊娘了 就失去意念的能力 你跟他讲再多 他也想不来 因为环境 因为环境 因缘和他的当时的心境不允许 做不到 一片慌乱 恐怖 只是被无边的恐怖所包围 我们换一个角度 如果是你在那个场合 叫你思维 讲一大圈的经给你听 你听得你来得及吗 你听得懂吗 你有那个心情吗 这个善知识啊 善于观察 哎呀 某某人呐 如果你不能够 心中思维念 心中意念 比阿弥陀佛 光明啊 观想啊 神力啊 慈悲啊 本愿啊 这些你都思维不来 也意念不清他的名号的话 那怎么办 还有办法 你就张嘴 喊出阿弥陀佛就可以了 就嘴巴喊出来就可以了 喊爹喊娘 喊哎哟哟 哎哟哟哟 喊着害怕恐惧 你只要会喊这也是喊 你能喊出这个 也能喊出阿弥陀佛 就改过来 你换了 只要有嘴巴 你能够随口喊出阿弥陀佛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经文的 明明白白的白纸黑字 这个人一听 那怎么样 心里面就得救了 哎呀 这样就可以了 善之士念一句 他跟着念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他在念第二句 他也念第二句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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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说 这个念的这句名号里边 到底怎样的慈悲 阿弥陀佛怎么发愿 怎么救度他 这一大堆道理 他也不能理解 他也没有那个时间和心情 他只是跟着这个人 一葫芦画瓢 你们懂啊 这个葫芦画一个瓢 叫一样画葫芦 鹦鹉学舌 你怎么念 他就怎么念 并不是说 他有多么 深的功夫 或者有怎么样的 亲近心的称 就是比人苦逼不遑念佛 转过来的随口称念 心中慌乱一片 口中随口称念 这样就可以 这样的念佛怎么样呢 于念念中出八十一节生死之罪 所以这里的念佛就是口称的 而且这个口称是在 心力不能集中 不能稳定 不能思维念 不能意念 不能心念的情况下 随口念出来的 发出声音就可以了 这叫称念 所以我们各位还要担心吗 说我念佛心中不清净 不安定 你再不清净不安定 比这个下品下胜 你都清净一百倍 一万倍都不止 是不是 你担心什么 你再不安定 比他安定一万倍 因为你毕竟没有死苦来比 地狱的火烧来了吗 你还没有啊 那个阎乐王还没派人来抓你啊 你跟他比就是 已经比他比较好了一万倍 他碰到你 就看你是活神仙了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将靠阿弥陀佛愿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导大师 所开创的净土宗 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响最为广大 持久 深远的宗派 至今 已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 共同的归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